吉安湘阿美族传统捕鱼季的活动 6月份在各个部落陆续登场 除了有祈劳教导年轻族人传统的沙王捕鱼技巧 还有创意趣味钓鱼比赛 乡长游淑珍广邀各地游客到花莲来探访鱼与饷宴 也呼吁旅外的族人可以赶快回乡 参与部落活动 共同来传承部落的文化 部落长辈一次又一次示范传统沙王捕鱼的技巧 希望让年轻的一代也可以学会祖先的技艺 但这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长辈们轻松地撒出漂亮的大圆网 但是年轻的一辈总是抓不到技巧 撒出去的网都是纠结在一起 乡长游淑珍也认真的学习体验 用力撒网两次也算有小成功 现场响起了热烈掌声还有大家的欢笑声 这就是吉安湘每年6月份登场的阿美族捕鱼季活动 专业撒网快乐捕鱼 今年吉安的捕鱼季特别的不一样 在陆地上亲子手牵手 大人小孩老人家一起来捕鱼 钓鱼捕鱼怎么玩呢 大家来探索吉安湘的捕鱼季 带来不一样的捕鱼季的欢乐 从传统的捕鱼季走入了趣味化 走入了我们的创意化 更走入了老人小孩群众都可以参与的活动竞笔 所以带来了满满的欢乐跟笑声 因此我们也可以知道 部落没有这么的拘束 部落反而可以开发另类的一个取向 未来更可以带来了我们观光产业的发展 可以带来不一样的氛围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体验吉安湘的快乐捕鱼季 除了沙王捕鱼的教学示范 还有创意去为钓鱼比赛 不会动的鱼就放在盒子里 竹人拿竹竿来勾鱼 很奇怪 鱼不动但钩子就是勾不进去 一定要耐心和巧劲才可以让鱼想钩 而现场完成沙王挑战的 还有钓到鱼的竹人都可以获得小礼物 中午的时候鲜鱼大餐端出来 还有甜蜜蜜的花莲大西瓜 竹人们开心的聚在一起 享受欢乐的午餐时光 吉安湘共所表示 接下来一直到6月23号的星期六日 还有其他部落捕鱼季活动会登场 也欢迎乡亲前往参加 来体验原住民的传统技艺文化 这里会吉安湘报道